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已经把这个完成了 所以我原则上是从B3开始做 然后先游标先放在这里 然后先用Find 再把这个剪下来 放在Mid Mid的话 这个是前刮5加1 后面这个是 把它贴上之后改后刮5 然后再剪前刮5 再推一个-1 最后再加一个Effail 把这个公式再放进去 如果它有错误的话 那就加一个什么 加两个双以后就OK了 也就是说以后 如果你遇到那种 只要是由紧字号开头的 那个东西叫做L 那个L如果你要把它顾虑掉 很简单 就是加两个双以后 这样子那个东西就消失了 然后我看到很多 之前有同学问我 那个问题 里面很多都是紧字号开头 它都没有把它去掉 其实如果你要把它去掉的话 可以用这个所谓的 顾虑错误的函数 叫Effail OK 按确定就OK了 好 那做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聚齐 聚齐很简单 诶 糟糕 好像换 应该是这个才对 我两个颠倒 那没关系 这个 这个也许 等一下我把它改一个名声 这个叫聚齐 然后一个叫VBA 然后一个叫VBA 这样好了 这样好了 OK 那首先的话呢 要怎么做啦 我现在demo一下 其实很简单 按下它自动完成 按下它清楚 这个前面做过 那其实主要就三个动作 OK 哪三个动作 一油标放这里 对不对 放B2 不要放B3 放B2 然后油标放上面 打勾 快速点两下 把它录下 就OK了 所以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清楚 怎么清楚 一样油标放这里 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 有没有 然后呢 最后呢 你彩排过啦 那如果你OK 你就不用彩排 你就直接来了 那你就把它录制聚集 不过录制聚集还记得吧 开发人员部分 请各位自己再把它打开啦 预设因为我们这边电脑会还原 所以呢 你就在上面箭头点一下 好像是什么 点一下这边有一个叫 其他命令 然后制定功能区 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开发人员打勾 按确定 然后把它录下来 那录下来名称 你可以自己 自己给它取个名称 叫什么 截取瓜糊聚集好了 那一个叫清除聚集 把刚刚的动作录下来 那录完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呢 在聚集里面呢 当然就会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 截取瓜糊 你可以按执行 那一个就是什么 一个是清除 有没有 清除聚集 也就OK了 那最后的话呢 再利用插入什么 按钮 有没有 可以把这两个按钮呢 产生出来 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上完了 这个因为跟前一题 雷同 所以录制聚集的部分呢 请各位自行把它完成 另外还有一点 录完之后呢 请你把 这个聚集里面 有没有 像关乎聚集 编辑一下 那里面的话 请你自行再加上 所谓的注解 一游标放B4 放B4 应该是B2 这个可能改一下 然后呢 这边改一下 游标放B2 然后 在那个什么呢 你这条编辑站打勾 然后向下填满 OK 姿态小 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算写风格 当然这个地方 我建议是 字态至少12号 不然看起来太小了 OK 然后上面的话呢 请你自行 再加上 注解吧 OK 注解部分自己打了 因为这个是 写给你自己看的 你不一定要照 我的上面的叙述档 你可以用你自己口语 你自己比较看得懂的 这个文字叙述 你自己打一下 OK 做完之后的话呢 就完成了 第一个 就是聚集的部分 你不然按下去 它自动 帮我完成 就是资料的清除 跟公式的输出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 顺便了解一下 其实我是建议 以后录制聚集 其实也是写VBA的一个 算是一个过程吧 或者说 算是一个过渡的 一种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你在录制过程当中 它也会自动帮你显示出 你应该用哪一个聚集 的哪一个方法 所以有些程式 假如不会写的话 其实也可以 透过录制聚集 看到它怎么写 你可以模仿一下 OK 把它改成你要的程式 其实也是一种方法 所以第一个 录制聚集部分 就请各位 自行完成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 有关VBA了 也就是说呢 这个录制 完成之后的话 那一样 我们就是在 VBA上个礼拜 其实才 没讲过 所以我们大概 来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 VBA总共会有 三个按钮 哪三个 就是第一个 其实是输出 第一个按钮呢 跟刚刚录制聚集 得到的结果 会是一模一样的 但差别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自己写的 清楚也是自己写的 OK 那另外的话呢 这边有个刮户制串 跟刮户制串 输出公式有什么差别呢 最大的差别是 你现在输出的话 你可以看到 上方一串公式 是把这个公式 什么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然后执行的话 实际上是在 以税尔里面被执行 所以其实 这个应该差别 最大的是什么 执行的位置不同 那刮户制串 这个按钮的话 你会发现 它是在VBA里面 处理完之后 再丢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刮户制串 下去的话 我先清掉了 你会发现 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说 你看到 B2的储存格里面 其实基本上是空的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一个公式 它只是说 在VBA里面 处理完之后 判断说 到底要不要丢什么资料 所以你可以看 第三届冠军 也会是最后的那几个字而已 所以相较之下 你说 跟刚刚这个输出公式 有什么地方 不一样呢 其实最大的不一样 你会发现 第一个 光那个资料量 当然 你可想的资料 如果你丢一串公式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应该 如果资料 丢的储存格 数量越多的话 那 有个现象 就是你存档的时候 如果你是输出公式 你会发现 你那个档案会变得很大 为什么 因为你丢了一堆公式 在那个储存格里面 它 只要你放进去 那当然都会算 那个储存空间 可是呢 如果你将来 用那个VBA输出的话 它不会去算 也就是说 它 这个地方里面 是算什么 算你到底放几个字而已 而不会算你一串公式 所以相较之下 假如你用这个方法 你的档案会比较小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你的资金效率也会比较快 尤其是资料越多 像这个资料还算少 看不太出来 只是说呢 差别就蛮大 差别比较大是什么 你如果要写成这样的话 你必须要先想想看 VBA怎么写 OK 那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地方呢 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说 原本你用那个所谓的公式 这个公式指的是 Excel里面的函数 Find啦 Mid啦 Evail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必须要把这三个 转换成VBA 也就是说呢 在VBA里面 如果要寻找 寻找资料的话 那有没有那个Find的函数 因为呢 VBA的函数啊 跟Excel里面的函数 是不一样的 两边是不同的 所以你要想说 如果这边用Find 那这边用什么 OK 后来我发现 查了一下 其实VBA里面没有Find函数 但是有另外一个函数 它叫做INSTR InStream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跟这个Find蛮类似的 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呢 就是说呢 它的那个参数顺序 这个是先刮骨 再给它哪一个储存格 那INSTR刚好颠倒 哪一个储存格 所以你可能要先放什么 放A3 有没有 然后呢 再跟它讲说 你要去哪边找 找前刮骨 所以咯 最大的差别 在这里了 那还有就是 它如果找到的话 一样会跟它 跟我们讲说 这个位置在第几个字 可是如果找不到的话 它回来的话 那就会是零 也就是说找不到 再Find是 会给一个几的错误 但是呢 E3函数的话呢 找不到呢 那就会给零 OK 所以如果它回传是零的话 那你就知道说 它没找到资料 OK 那再来第二个MID MID的VBA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MID 可以沿用 没有关系 那ifL的话呢 其实在VBA里面 也没有这个函数 所以我们可以用逻辑判断 VBA里面有if 所以你可以用if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当什么情况下 要把资料输出呢 就是当呢 这个找到的资料 假如怎么样 不为零的话 那不为零的话 怎么叙述 其实我们可以把找到的 也许可以把它丢回来 到一个A的变数吧 那如果A呢 假如有找到的话 那一定不为零 不为零的话 VBA是不等于 不等于零 所以特别是 VBA去数等后 当然是写成 OK 那如果不等于的话 记得是小于 大于 那待会的话 我们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 自己试试看 利用那个录制聚集 先把这个先完成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 有关这三个按钮 要如何撰写 OK 那 不等于零的话 也许可以 再来吧